神在家中作,刮从天上来 近日在热播的恋爱综艺怦然在心动节目中 王子文向大家承认自己确实有个孩子 还是一个儿子 这是这么多年来 王子文首次公布并承认孩子的存在 之后王子文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与儿子豆芽的合照 还配闻到豆芽妈妈爱你 照片中,母子两人站在庭院里面 地上还有许多气球 一看就是为孩子准备的 母子两人做着同样的搞怪动作十分有爱 不仅让网友和观众们感到震惊 甚至节目嘉宾王林都直言不敢相信 你真的有孩子吗 真的有 你真的有儿子 对,七岁 你有开玩笑的 你生得出来你那么小一个客的 你们生出孩子来怎么可能呢 身体是很神奇的东西 而王子文此前说过自己从来没有结婚 因为好多朋友粉丝什么的观众以为我是已婚 因此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引发了网友们一致的猜测 孩子今年七岁出生时间应该在2014年 那么王子文27岁时男朋友是谁结婚了没 孩子他爹又是哪位 很多人的说法都不一样 其实王子文未婚生子的消息已经传了很久 2017年已经有媒体往王子文老家跑了两趟 拍到王子文父母照顾一个小男孩 疑似就是王子文现在公开的儿子 而在此期间 王子文和男演员刘峰元互动亲密 经常晒出同一条狗狗的照片 合影时也勾肩搭背 疑似阴系生情 之前媒体每次报道王子文有儿子 网友都会跑到刘峰元的微博下面打卡 这次也不例外 不过很快王子文就发声进行了澄清 声明中表示网上出现的王子文老公是刘峰元 刘峰元是王子文儿子生父 王子文儿子生父曝光等军事虚假消息 并表示已经委托律师对网上的谣言进行取证处理 刘峰元的妻子也在社交网络晒出自己体运度的视频 否认刘峰元和王子文儿子有关 除了刘峰元以外 还有一部分网友猜测 王子文儿子的生父是他的绯闻男友王硕 王子文和王硕是忘年恋 两人相差24岁 王硕和王子文的瓜葛 当然要从2006年王子文解约的那场官司说起 王子文13岁就被选拔去了韩国做练习生 可他所在的组合因为各种原因解散了 一个没资源没背景的小姑娘 就这么和一家公司签订了一个合约 这合约一下就签了15年 合同规定在此期间不但要完全听从公司安排 还不能解约 如果想解约就得付40万赔偿 同时在20年内还不能从事任何和娱乐相关的行业 签约的时候估计王子文一脸懵 日子稍微久一点 正常人都会觉得不太对 加上公司资源也给的不多 想明白了自然是解约 谈不拢就只能打官司 这一打就把王硕打出来了 王硕当年已经不是很活跃 一个隐身已久的金圈大佬忽然挺身而出 为一个不知名的小丫头出头 不引发媒体轰动那当然不可能 最终在王硕的帮助下 王子文才摆脱了这场合同纠纷 从此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 片约不断人气飞升 关于两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 王子文并没有正面否认 有的人认为是贾乃亮 贾乃亮是王子文的前男友 这点大众都知晓 两人在2007年拍摄生死桥时 阴系生情 更展开了一段长达六年的恋情 孩子出生时间又与两人恋爱时相吻合 贾乃亮自然成了猜测的对象 而且之前在一档节目中 虽然两人已经分手 可是王子文看贾乃亮的眼神 依旧很深情 就像是自己思念了很久的人 目前两个人都是单身 不少人觉得两个人如果再次复合 也是再适合不过了 对此李小璐粉丝直接辟谣称不可能 王子文孩子比甜心还要小 不可能是贾乃亮的 但也有网友表示 本来贾乃亮和王子文恋爱就早于李小璐 没什么不可能的 贾乃亮在和李小璐恋爱之前 和王子文两人已经到了见对方父母 甚至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后来因为工作安排 再加上贾乃亮爱上了李小璐 于是不得不分手了 贾乃亮和李小璐在2012年结婚生下甜心 甜心现在已经8岁 王子文的儿子刚刚7岁 而当时贾乃亮和李小璐 正是刚结婚如胶似妻的时候 不可能再转过头去和王子文生下孩子 就在3月15号深夜的时候 贾乃亮直接转发了一条微博 否认了和王子文的恋情 同时也否认自己早年曾和王子文谈过恋爱 并且还配文到此为止 传闻被贾乃亮亲自否认 究竟王子文和贾乃亮两个人之间有没有感情 谁也无法确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王子文孩子的生父还真的是一个谜 除了孩子的生父 部分网友也开始猜测到 怦然在心动中 他的男嘉宾会不会因为此事就离开他 毕竟他和男嘉宾的关系 已经到了稳定的阶段 不过令人感动的是 听完王子文说的这一切 吴永恩很惊讶 他先是去上了个厕所冷静一下 然后回来给了王子文一个拥抱 并安慰他 我很在乎你关心你 他觉得王子文给了他信任 他也不会因为孩子而觉得王子文和之前认识的他有什么不同 他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也不介意孩子的存在 其实王子文儿子的生父是谁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吴永恩真的如自己所说一样 能够接受他和他的儿子 而不是仅仅在节目中演戏 王子文生信洒通 在节目大方承认自己有个孩子 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但是在我们追求爱情时 尤其是女生更应该懂得保护自己 既然王子文选择了不公开孩子生父信息 那么我们默默祝福他和孩子 以后的日子能越来越好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对于这件事